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树内正在举办生日派对 高中生摄像哥正拿着父母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摄像机东拍西拍 玩得不亦乐乎 在不久前 摄像哥的爸爸妈妈买下了这栋森林边的大别墅 房子虽然已经很老了 但质量尚成 乔迁之喜又赶上了摄像哥的生日 所以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 但谁也没有注意到 诡异的氛围正在萦绕着这栋百年老宅 当天的深夜 摄像哥被一阵哭喊声惊醒 好奇的摄像哥随时不忘拍摄 拿着摄像机赶去查看 原来是摄像哥的姐姐金发姐做了个噩梦 看来噩梦挺可怕的 金发姐哭了好久才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 摄像哥和好朋友雪霸哥相约到森林里拍摄素材 走到森林深处时 发现了一具被掏空的血肉模糊的动物尸体 虽然是动物的 但也挺恐怖的 两人赶紧离开了这里 夜晚来临 金发姐正和闺蜜在卧室快乐的蹦迪 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两人都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于是赶紧去查看录像回放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随即觉得可能是调皮的弟弟摄像哥搞的鬼 所以就没去理会他 谁知在半夜三点钟 摄像哥也被吵醒 走到地下室查看时 一个恐怖的黑影忽然出现 吓得摄像哥扔下摄像机就逃走了 第二天 胆小的摄像哥将摄像机安装在了遥控器车上 想去看看地下室有什么 结果没控制好 遥控车带着摄像机摔下了楼梯 此时摄像哥顾不得害怕 赶紧去看看自己心爱的摄像机有没有事 不料地下室的门 砰的一身就关闭了 而且地面上也出现了一串脚印 摄像哥尽管也觉得诡异 但也没在意 心想可能是爸爸下来拿东西时踩下的 然而怪事却接二连三的发生 当天晚上金发姐正和闺蜜在房间里听音乐时 音响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紧接着音响居然从床上奔了起来 两人都被吓得惊慌失措 闺蜜顾不得天黑 执意要回家 大家拦都拦不住 但恐怖的事还是发生了 失踪了一晚上的闺蜜被找到时 已经成为了冰冷的尸体 被吊在了树上 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小镇 闺蜜无缘无故地死去 让金发姐又难过又恐惧 这天的夜里 金发姐再次被噩梦惊醒 没办法 接二连三的怪事已经让他崩溃了 但怪事并没有结束 摄像哥的爸爸正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水楼头里冒出了令人作呕的红色粘液 就像动物腐烂的尸体 终于意识到不对的摄像哥 找到熟知当地历史的学霸哥了解情况 这才得知自己家住的房子 就是当年美国有名的贝尔女巫事件的发生地 我们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贝尔女巫事件 大约在两百年前 在摄像哥居住的小镇上 约翰·贝尔家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事件 贝尔家的小女儿在卧室中突然遭到莫名力量的袭击 被无形的力量扯着头发掉在了半空中尖角 而她的父母看着饱受折磨的孩子却无计可施 而这些事情的源头都指向了森林深处的一个洞穴内 那里有一个魔法高强的幽灵女巫 受到女巫诅咒的最后都会痛苦而死 结果事情越传越大 全美的法师和素士都开始云集在这个原本敬意的小镇 随后众人争相施展驱魔之术 但是恶灵没有驱走 反而是法师和素士们一个个落荒而逃 总之这里不光是座凶宅 还是知名的凶宅 而这里也出现了一个bug 这么出名的凶宅 摄像哥一家居然会不知道 而且邻居也不告诉他们 这怎么可能呢 哎 话不多说 我们书归正传 得知这个故事的摄像哥 显然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 甚至在家中饶有兴致的安装了摄像头 想把诡异的事拍成电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摄像哥一家还是稳稳的在这座房子里住着 而客厅里的灯开始莫名的开关 青发节也越来越频繁的被鬼压床 甚至穿着古装的幽灵女巫都明目张胆的出现在摄像哥的镜头下 但是这一家人就是打死不搬家 好吧 你们开心就好 又是新的一天 学霸哥受摄像哥的影响 也买了台摄像机 两人相约去捉死 呃不是 是去传说中有幽灵女巫的洞穴探险 而在半路上摄像哥被妈妈叫回了家 于是学霸哥决定自己去森林中拍摄 当学霸哥走到上次发现动物尸体的地方的时候 一阵强电流开始干扰摄像机的信号 紧接着又是一个黑影闪过 学霸哥被扑倒在地 随后镜头一转 这天的夜里 摄像哥和爸爸来到了森林寻找失踪的学霸哥 最后在一棵大树旁找到了学霸哥 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 肠子都已经被掏了出来 第二天又有一个不怕死的同学来树林里纪念学霸哥 同样被掏出了肠子而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 都已经发生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情了 胆小的早就被吓得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 胆大的也早就搬家了 但我们的摄像哥一家依然坚守凶宅 哪怕半夜爸爸和金发姐中血走失 浑身是血的被警察找回来 人家也只是洗一洗 依然该干嘛干嘛 而摄像哥的爸爸给出的理由是 这栋房子是花了毕生的积蓄买的 舍不得放弃 看来国外要钱不要命的人也是不少啊 接着被幽灵附身的金发姐开始自残 含生吃了一只可爱的浣熊 摄像哥的爸爸妈妈终于打算采取点行动 从教堂请来的神父进行驱魔 而摄像哥这个时候还没心没肺的拍着 但神父的驱魔没取到任何的效果 被幽灵附身的金发姐气场变得格外强大 还让房间里刮起了飓风 顺带把请来的神父也给掐死了 然后又风一般的离开了客厅向森林跑去 摄像哥和爸爸妈妈赶忙去追 不料和父母走散的摄像哥最先被金发姐发现 被幽灵附身的金发姐毫不客气的将地底扑倒 然后掏出了摄像哥的肠子大嚼特嚼 而摄像哥的父母随后被幽灵女巫控制了大脑 爸爸亲手开枪打死了妈妈 自己最后也吞枪自杀了 一家子就这样家破人亡 影片的最后 清醒后的金发姐发现自己被困在森林深处的洞穴里 一张恐怖的女巫脸伴随着金发姐的惨叫声出现后 一切陷入了黑暗 全篇结束 作为又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被儿女巫营绕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呈现 虽然创意谈不上新颖 但恐怖的氛围营造的还算成功 剧情上虽然有漏洞 但演员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Despite the video, we can评论区 요件主持人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